听说你收购了凯曼 怎么了 我问你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不是我想瞒着你 是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了 再说了 我收购哪家公司 我还得先问问你的意见是不是 行 那你让总部指认我做设计总监 总的得让我同意吧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我不希望我儿子一事无成了 你知道吗 这几年我眼看着唐明轩 在这个行业里 越做越好 越做越出所 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你自己 荒废了三年 你毫无建筑 而说要跟人家唐明轩一声高响 你拿什么跟人家进来 你争个屁呀 你真 你真 你想我丢人是吧 那你别认我这个儿子呀 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 说是为我考虑 然后为自己牟利 我不需要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就不懂我的苦心呢 我是你爸爸 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你着想 我收购凯卖那也是为了你 能够以后你这个路能够走好一点 走顺一点 你为了好 我是在害你吗 你为了我好 你早干吗了 你早干什么了 你看我烦是不是 行 我早行了吧 我站住 这没出息的东西啊 这浴室就知道跑 还说想跟人家唐明轩一声高响 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比啊 你拿什么 你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比啊 我是要让你当总裁的 不是让你当设计师的 你不要拿我跟唐明轩比行不行 你老拿他比干什么 我真是黑铁不成 你能不能不要动我 你干什么 你不要动我行不行 你管了是不是 你不要动我干什么 千千晕晕倒了 千千晕晕倒了 快 千千晕晕倒了 现在患者血压很高 颅令压也很高 如果现在手术的话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但是呢 患者现在很年轻 其他技能也正常 并且他非常地坚强乐观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呢 还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我们都看过他的骗子啊 他这个肿瘤位置啊 长得非常不好 很有可能会失明 先报名要紧 我说的不仅仅是失明啊 如果这个手术不成功 很有可能就下不了手术台啊 我 我怎么能没 明天看到他打止痛 人活着吧 方先生 那几位医生的顾虑呢 也是对的 方健现在的情况手术 的确有风险 不过我们前期 可以控制好血压 无内压 所以这个手术呢 还是有些希望的 这些情况和风险呢 我希望你们家属 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看起来 说什么呢 哪有什么审判 那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我脸色难看吗 判了我死刑了 不要胡说八道行不行 那我说别的 你听吗 你只要不说这些 你说什么我都爱听 哥 别生爸的气了 好吗 爸收购凯曼真的没有恶意 是你误解他了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你的病情 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可是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啊 在我知道这三年你为我做了什么 你知道我的内心是多么的自责和难过吗 哥 我们是兄妹 兄妹之间应该要相互扶持 而不是相互拖累的 不是吗 对 对 哥 放下和爸的仇怨 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和他吵了 好吗 哥 哥保证 再也不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放心吧 哥哥不会再这样沉迷下去 我会做出成绩来 让你为我骄傲 好 夏总监 您找我 佳希啊我想让你帮我去订熟花 是送人的吗 男的还是女的 有没有什么特别喜好 你问这个干吗 送给女孩子可以送百合 天堂鸟 男孩子可以送兰花或竹子 如果是方笑语的妹妹 对了 再帮我写张卡片 写什么 写住方茜早日康复 她生病了 什么病啊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 对不起 我多嘴了 那我去了 您出去忙吧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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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